真是万万没想到我在2023年还能做成这种原汁原味的绿皮车 再次看到了头上久违的风扇 就连车窗也是可以打开的 而且车票也极为便宜 最低票价低至两元 一路上沿途的风景更是让人直呼哇塞 接下来咱们会在峨眉站出发 乘坐56194骂火车 去一个非常凉快的地方四川大凉山 这车是由峨眉站始发开往浦雄方向 最让人感觉吃惊的就是这趟车的票价 240公里的全程票价才18块5 才发现我上的是一节学习车厢 这应该是给大山里的孩子读书通勤使用的 这颗车最大的特点就是逢站必停 几乎是十多分钟就得停一站 沿途挺靠的车站也多为村镇级别的小站 这些小站是没有售票处的 都是先上车后补票 这车站跟自家小院似的 还有动植的玉米 这边还有个老大爷坐在车站的树下乘凉 与高铁相比 坐这种车更能感受到人间烟火 看不着这两车 遇到一个陕西汉中的兄弟 大老远过来也是坐这趟车的 他也非常喜欢这样的绿皮火车 和成坤铁路上的风景 他说现在新修的成坤复现 虽然速度快 但是隧道太多 看不着这么多美景 刚刚列车员告诉我 看美景一定要在棺村坝下 工作人员说棺村坝站 是整个一个成坤铁路上的精华车站 于是我临时决定在棺村坝站下车 这座车站据说是国内第一座洞中火车站 整列车有一半是停在隧道中的 哇一出站这风景真是没谁了 特意向站内的工作人员打听一下住的地方 工作人员告诉我往前走一点油条路能绕到车站的上面 在车站的上方有个村子就可以住宿 咱们现在棺村坝站住一宿 明天接着乘坐这趟车 这风景简直是个世外桃源呢 就在峡谷第一村子上去 这一看向四周 感觉整个一个人的心情都是特别舒畅的 没想到在如此偏僻的地方 住宿也不贵才100块钱 这是民宿二楼的阳台 站在阳台上就能看着棺村坝站 还有大租河 而作为一个景区 这里的物价就是平价 购买水饮料还有吃的什么的 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超市是价格一样的 我点了一份饭铅炒蛋 还有一碗米饭 结果直接拿上来半盆米饭 自己随便盛 菜是18米饭是2元 吃完午饭后去这个同心桥看一看 站在上面就能看着水上公路 桥上中间的位置也是乐山和凉山的交界处 在山坡上发现一个眼神迷离的小家伙还不怕人 看了些简介 据说这里是世界最美十大峡谷之一 这里不需要门票 但是外国人禁止入内 在上面看棺村坝站是这样的 网上有很多关于棺村坝站的介绍 我在这里就不做过多赘述了 最后在村子里吃碗面 咱们继续启程 这碗面也是正常物价12元 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 在这样悬崖绝壁总 走出一条铁路 真的是太厉害了 现在进站的是由浦雄 开往到峨眉方向区的5920次列车 就是咱们坐那趟车的回程 因为老城坤线是单线电气滑铁路 所以5620和5619这两趟车会在关村坝汇车 因为关村坝站就得一个站台 5620是停在站台外了 所以它不办理客运业务 5619进来了 负责牵引的是三哥 三哥是它的绰号 大名叫韶山三行电力机车 现在能看着有一半车程是停在隧道内的 隧道内的车厢乘客需要走到这边才可以下车 刚下车的三个人应该也是来关村坝打卡的 他们仨一人拿一个单反 到汉原了 看远处这个山云雾缭绕 汉原县城里这个火车站得有20多公里 这桥建得看的是真壮观的 又停车了 感觉这车站建的也挺牛啊 车站被两侧的高山夹住 旁边还是大渡河 这站叫泥日站 过了刚才那个泥日站 火车又沿着泥日河行走了 这门的这几个小站都属于四川省的雅岸市 走了这么久终于看到一个城市了 这站是凉山州的嘎洛县 也是我们进入凉山州的第一站 到嘎洛县人几乎就下差不多了 而我所在的这节车厢就剩我一个人 体验了一下包火车的感觉 看了一下地图 在这个白岩的小站弯度真的是太大了 我天哪 这边的站台都是S型的 外面下雨了 对面的温度特别低 也就10多度 从俄眉到浦熊 240公里 这档车走了7小时33分 全程挺靠的车站更是多达26个 可以说每站都很有特色 没想到在全国都开启高温模式的情况下 来到大梁山还有点冷 看看在浦熊站下车不少人都穿的这种厚衣服 这是去镇里的交通工具三个轮子的 在这边不知道叫啥 在北方有叫三邦的小邦邦还有叫港田的 我发现在四川的很多小餐馆的菜单里都有炒手 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正好下车来到浦熊镇尝一尝这炒手是啥 这东西在北方不就是馄饨吗